南投县草屯镇亲戚妇女协会 举办新就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继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卸任理事长希望新任理事长 能够秉持过去的精神 持续为会晤及会员们争取更多权益 上任一共是五年 然后今天卸任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推广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妇女 我们的妇女能够走出来 然后跟大家能够多接触到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女性方面的权利展现出来 然后可以促进社会上的和谐 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的社会上是很美好的 交接然后我希望新任的理事长 他团务工作会推广的更好 然后我们的会员的人数会日进增广 高票当选的新任理事长 不但会秉持过去的精神 也会持续为会晤及妇女权利争取 更希望能够有更多妇女们踊跃参与 里面有很多老师 理事长 可以借助他们的常才举办讲座 学习 看过年时候就举办一个插花 联中就看学个跳舞什么的活动给他们 也可以借这机会互相交流 促进彼此的感情 欢迎大家一起踊跃来参加 草专站妇女会理事长县远唐晓芬 也特别出席参与交接典礼继会员大会 希望各位会员们都能够一起努力 让草专正亲亲妇女协会蓬勃发展 我也很恭喜我们新任的朱凤理事长 那也能够说接任这个重则大任 带领亲戚妇女协会的姐妹们 一起共同努力 那当然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营理事长功不可没 对这个社团的一个付出 我相信说所有的姐妹都看得到 那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新任的理事长之外 那也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会员大会 各个姐妹能够尽自己的资历 然后让我们这个社团 将来能够更蓬勃发展 南投县草专镇亲戚妇女协会 新就任理事长交接典礼 即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期许新任理事长能够带领会员们 一起为会晤努力 并争取更多妇女权利 接着六五三草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